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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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没有别的立法委员参加过 或者有没有行政官员 我想知道有参加过他们为什么当时协调出这个结果 因为我为什么有这个疑问 我是看段一康的脸书得出来这样的疑问 因为他讲得很隐晦 我不晓得好像成为国家机密一样 他说如果让步 大幅度的让步 还造成这样子的结果 那还不如不让步 这个话当然有一点意气用事 我并不赞成 他这句话里面的逻辑 因为让步一定有理由嘛 那可是我必须要说 那这个让步是谁 让步是谁要求的 我绝对不相信今天是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跟行政部门 或者跟另外一商量 然后这些年改小组的人就接受 然后退府会参加 国王不参加 大家都接受 因为如果是单方面 根本没有反年改的人 反年改或者反军改的人参加 这样子的方案就这样呈出来 我不会觉得恰当的 因为我记得在原来 我参加过多次的媒体这样子的讨论 有媒体有军人的 有军改代表 有军改代表 就是反军改代表 当场说明白 他们所要求的就参与 要协商 他说因为是国王不答应的 退府会答应的 如果协商完的方案 那是可以谈的 没有协商过的方案 不能谈好 当时国王不获得有关的单位 就答应要有这么一定 再送到行政院送到立法院 一定有沟通 一定有协商 而这个如果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 应该是完成了 那为什么还会有这种行为呢 我的问题也是这样 这个是不能接受的 连张显耀都被骗了 显耀今天告诉我说 要加强沟通 我说 显耀哥你知道没有沟通吗 要不然先了解有没有沟通 有多少人在这个时间当中 打着说 没有沟通 我讲一句话就好了 团体很多 每个住地都不一样 军队的退伍军人的团体 跟一般社会团体不一样 他有中央军校校有会 三军师校什么什么 所以八百壮士是在 比较正统的军人团体 我是要求 不管哪个团 竟然就有十个代表军方好了 不管他是军校代表 他还是军公教联盟 里面的军人的一部分 今天有 只要有一个团体 你就把团体公布出来 说他参与了嘛 我不能接 我不能接受是 今天这个态度 好像一副就冲上去以后 你们从来没有谈过嘛 是 那这个态度是不对 这个态度是蒙骗社会大众的 是 所以行政部门既然已经沟通过 请跟谁沟通公布出来啊 不管是个人的 军方的什么代表 或者用什么名义 然后其他的人不服气 请找他商量啊 做他算账啊 军改今天已经 我刚刚只是讲那个地板 我没有讲其他所谓所得 替代率百分之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八十那个标准 那个都跟公教人员不一样哦 我今天作为公教人员的 当年的代表之一 我完全清楚知道 如果这样子的版本出去 反弹的不应该是 军方应该是公教人员 那为什么我差那么多呢 结果就有军方反弹那么厉害 合理吗 你迟早就 虽然现在还没进军队院了 迟早要进军队院要说明的嘛 杨老师你讲合理吗 三万八千九百九十以下 从头没有改 都要有个说明嘛 那这个说明如果知道 影响的人这么少的话 杨老师我想请教是 你觉得现在这个现象的发生 像不像这两天 抢购卫生区行动 许多的假新闻 我用一个数字来讲 如果按照这个数字 政策现在有债文脚步 在因应这些趋势吗 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五十五的人 根本没有触碰到 三千三万九千 三万八千九百七千 九九百九百九百整数 来来来 来来 数出来了 百分之八十没有碰不到 八分之八 我都认为 有我当时的一个记忆 我这边有人数十几点 对啊 根本就碰不到 我不懂是谁在散步什么 所以百分之八十是没有受益的 我来补充说明一下 今天我对刚刚姚老师的讲法 我也是在询问第一件事情 38,990是不是已经沟通 数字怎么出来的 这个结论方案是不是已经讨论过 因为第一 这一些国防部的退伍军人 都是有班别有区别 比任何军公教人员是更有组织的 更有组织 而且每个班别区别都很清楚的 因此国防部退伍会 应该是参与在这个年金的讨论里面 另外这些其他的 八百壮士也好 这些也应该也被通知 有去谈过才对 是不是 不管能不能接受 也要去谈过 那我也就怀疑说 如果有谈过今天是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所以我今天下午 你的怀疑是什么 我到现场了 你的怀疑是什么 我到现场我有去问 如果都有沟通了 80%不受影响 所以 为什么透过这种 今天 积极的行动里头 这么勾 如果公权力 如果公权力 没有事实发挥 应有的魄力跟决心 那以后年改通通暴力化 来我们看看蓝天行动联盟 我们的制作团体 特地把蓝天行动联盟 刚刚简宇院讲出 一个非常精准的用语 无意不欲 我们来看看 其实不只是它 它用在是一个 在施大运当中 这几个相关的团体 那我们先从几个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先看看 大大小小的抗争当中 真的都看到蓝天行动联盟 来看这个大现场 统都团体短兵 顶相间傻红眼 警方防线被突破 自由广场变成杀戮战场 我反感 我一定会反感 讲不出道的你 来来来 我很简单 谁都不够去 来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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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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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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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人 台湾人 可以她说 台湾人 是为日本主国而在 这个党场 但跟不当 谁决定的 我们没有违法 他就说我们违法 然后把我们的药 拿走 allowed 看 台湾人 台湾人 警校老的筷子手 这个标语写得很好 人民最大 天佑台湾 大年有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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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员与最武军人为主的 台湾杠包联盟12日跑到刘师帮人 不如促成杠益 要求他出了联队 大年有始维 这个事情发展到现在 我们的政府有没有站稳脚步来愿 我觉得还差一步 真相要赶快调查出来 尤其这一次的事件 让我觉得跟当时世大运 所有的画面几乎都是一样的 你只要看南台湾抗暴联盟 你看到黄东辉 这几位都是在世大运的时候 他们也是被警察请进去调查 请问他们说明 为什么从屏东从高雄要出一百多人 为什么要一直出来 然后在每个活动上 我们刚刚看到了 其实蔡英文的活动里面 她是总统 总统的活动里面 他们抗议 立法院的活动里面 他们抗议 比前总统的 孙女的结婚去抗议有什么东西 南天行动的连跑 好吧 那你们去抗议好了 抗议之间社会运动 它是有一定的奋计所在 但当他抗议了之后 他说他要成立军管部 当这个动作出来的时候 我认为他就示射了 我国的国安安全 因为他们是军人 他们是退役身份 当他们喊出了这一刹那的时候 我认为已经预约了一个 公民应有的权利了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任何一个人都有抗争的权益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去表达他所有的理念 他可以在立法院前面抗争 甚至他觉得他要激进一点 他想要用他的身体 去突破一些冲撞 我不予尊重 可是当一个同伴 他的生命发生危险的时候 我希望所有的反年改团体 应该有自治 这是我们作为任何一个社会工作者 政治运动者 或一个社运分子 都应该有的自我的节制 当你的朋友 在里面跟生命抢救的 在那里拔河的时候 第一个不可以制造谣言 第二个 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 呼吁群众冷静 第三个 你是带人出来的 这个时候我希望有一个负责人 他站出来说 我为我的同伴 这一次的某种的不幸 表示遗憾 道歉 因为世大运的时候 我们也欠这些 我们也欠他们的一声道歉 他们到目前 还没有为世大运的开幕 整个闹场 害我们整体的入场活动 延宕了20到30分钟 所以你知道后来 司法办的结果是什么吗 后来没有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的司法单位 通通都是无罪来做判决 我记得是这样的 他有殴打一个副所长 我绝对不相信 万华分局长 把那个派出所的那时候打到整个 那个可以无罪的话那还得了 那个黑议员也是普通的一个伤害 就按照行为去论罪 对 但也是退役的军人 可是我要说这里面 是不是有组织犯罪的行为 当他已经组织性的行为 到了每一场大小活动都参加的时候 我要问 李登辉孙女的婚礼跟年改有什么关系 那到底今天立法院去公的时候 其实整个的立法院还没有讨论 这跟年改又有直接相关吗 那所以我在这里呼吁 其实所有的社运团体 我们自己要知道 我们的权力的节制 还有宪法所赋予我们的 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精神 共同为庙上校集气 希望他早日渡过难关 但是我希望公权力 不能够助长所谓的非法行为 否则激进分子动不动 通过非法的行为跟扩大 未来讨论年改 通通都要暴力化 可以吗 来 休息片刻 观众朋友们晚安 持续锁定新台湾加油 将近晚上十点钟的时间 在今天现场特别邀请到 友谊问鼎首都大选 这位在过去国民党或亲民党 都扮演非常重要性的角色 有人说他们是未来的政治明星 他们真的有未来性吗 真的可以打败柯P 甚至可以那么超越 现在被认为民调 可能初选大幅领先的丁守中吗 优秀的苏大谦来到我们现场 来 大家大哥是不是 再次跟观众say个hello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好 继续欢迎 包括前入委会的副主委张显耀 大家好 共同关注 还有国会观察基金问统上 杨立明老师 还有王安 还有王定宇 大家好 欢迎简医院 大家好 吴国东大哥 大家好 来 反年改的烽火 是不是持续延烧 更令人诡诀的是 有人刻意在制造谣言吗 蔡英文总统跟行政委长 赖金的院长 此刻的你们的团队 可以站稳脚步吗 还是说像买卫生纸 买卖的过程当中 谣言一发不可收拾呢 国安部长颜德发告诉我们 年改关户到国安的危机 怎么去进行收场 卫生纸在疯狂的 抢购的过程当中去失控了 检查官司也出手了 公平会出手了 现在包括登上 BBC的网络的新闻的同时 现在年改收 会不会像是 卫生纸之乱一样 公权力还是慢半拍 甚至状况外 不知道现在状况是怎么样 让许多的大卖场 呈现一捕货 抢光光 所以BBC用一个panic This island 这个岛到底发生什么 怎么卫生纸缺货到 造成全面性的恐慌 让卫生纸销售量暴增五倍 连BBC都觉得匪夷所思 国民党 这些立委 租公 在整个事情态度很诡绝吗 来看这个大现场 攀上二楼管线脚踩的软木条 一路往前进 惊险举动 让地下园景 出声阻止 财纲脚完意外发生 妙的声一脚踩空 整个人从二楼坠落 头部着地重创 摔下来时距离远景 只有1.5公尺 差一点点 警方就能制止 到底看事 怎么发生 当时谬新上校 就是在凌晨5点50分的时候 透过立法院青岛东 这一串垃圾场围墙 搬进了立法院的院区 之后他立刻攀上了 二楼的缆线管路 并且又爬回了侧边 最终失足摔了下来 立法院靠近岛东围墙 铁门旁是高达三公尺的 植物造景 回收场遮雨 同上游铁刺网 一旁地埃围墙 毫无遮掩 变成防卫漏洞 加上当时大家都在翻墙 警力被吸引到围墙外 当发现妙的声 他已经攀上二楼 现场只有两名园警 根本拦不住他 自称目击者 指控警方 重追不舍 才会发生遗憾 但影片中 原警始终保释距离 上校摔下来时 原警惊恐表情 全写在脸上 除了责怪原警 家属对于急救时间 也提出疑问 指控原警 延误就医 承扬地理状况 这么严重 但原警提供了搜证影片 救护人员也很紧张 延路CPR 即使只剩单手 也要继续做 毕竟原本是好意 为了退伍军人 权益抗争 最后却意外 酿成遗憾 没人乐见 这样的结果 发生意外的是 行动陆军备役上相 妙德生 今年62岁的他 不只曾经还台 去年才到中国大陆 完成3600公里的 徒步北发行 有台版阿甘的功耗 不过 铁汉也有柔情面 在妙德生的脸书上 不只关心眼改一皮 更多的时邦女儿 分享状态 充人气 原来他的心肝宝贝 手机还在挂 游戏 时常开直播和网友互动 妙德生的女人 妙婉鱼绰号妙妙 做的是清新甜美路线 拥有高学历 也曾被封为台大13妹 毕业后担任摩特尔 事业刚刚起步 没想到登上媒体版面 却是因为妇妻发生意外 关心军改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人已经成为 一批批的政治秃鹰 来看国民党党主席 吴敦应说 于心不忍 会议政府重视陈情内容 来看一下郝龙斌 蔡政府藐视军人权益 国家替国家感到难过 郝伯村怎么说呢 对于今天发生深感遗憾 上街不是为自己的退休金抗争 是为了捍卫中华民国宪法 及法治精神 不管年龄多大 都会跟过去的同袍 站在一起 来我请教师王定宇 来怎么看这个态势 纷纷去关心 有没有助长一个非法行为 全面性延烧 来王定宇 任何人利用 不管是同伴或对手的 生命的价值 来攫取政治利益 一定要被唾弃 不管他是谁 更何况是说谎的 不要小看这些网络的谣言 刚才讲卫生纸 听起来好像 卫生纸这样唱 美国总统大选川普 跟Hillary 就因为网络谣言 到现在还吵不完 网络谣言影响很大 那这几个团体 不管是蓝天行动联盟 统促党 或者一些反年改的团体 他们兴趣之广泛 陈医生出书去撒名纸 李登辉嫁孙女去撒名纸 228在自由馆场举行纪念活动 去现场骚乱之后 还打伤了警察 上一次在立法院包围的时候 盘点要求交出证件 检查记者的证件的 也是蓝天行动联盟 而蓝天行动联盟里面 有很多位是长期在中国 回到台湾来 里面有没有什么 这个让相关大陆去调查 我现在必须要讲 就是说 有些东西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比方说刚才讲说 为什么军人反弹那么大 错了 严德发今天讲了说 这是国安问题 前面还有一句话 他说九成的现役军人 支持这个版本 希望赶快过 我碰到基层的那个士官长 30来岁 快40岁的 还问我说 你们这版本过的话 他要继续签下去 因为这个版本当然是好的 你那个地板 加上50%所得的替代率 加上每年加2.5 2.5 对现役军人来讲 它是一个保障 所以我赞成显耀兄讲的 我们谈判当然 有坚强的国防力量 做我们的后盾 而这个后盾 在现在的版本 是照顾到现在 正在线上的 我们的21.5万的军人 对于已退的 我们也设计了选择什么 沟通的管道 也一直有在进行 但是我讲的 在怎么穷尽沟通 无法100% 因为有的人 他根本不是会沟通 比如我刚才念的 南天行动联盟 连党产 处理委员会 他也跑去抗议 就国民党的党产 他也跑去抗议 然后当时报华壮事 刚出来的时候 也是这一群 写的一个牌子 祖国统一 连改不用改 他都没有想到解放军 有一群人在北京那边静坐的 他们自己解放军都不照顾的 会照顾到台湾的军人 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政治目的 而这个政治目的 去骚乱这个社会 刚才余燕讲的一个很好的事情 我们组织犯罪条例 在去年底已经修正实施 我提案修改完了 把原来的牟利性改成祸 也就是说 你这个团体有互相的勾串 是犯罪的行为 个人犯罪 伤害就伤害 妨碍秩序就妨碍秩序 但如果你是一个组织的 有指挥的 那这个就适用组织犯罪条例 那他的刑期就比较重 所以我觉得 承抗民众的活动 我们不要用法律去限制他 尊重他 但是他变成是 所有的议题都反政府 所有的议题反政府也没关系 政府本来就可以让你反 你反政府又付诸暴力 或者伤害的行为的时候 那这个问题就很大 我最后要提一个就是说 在目前为止 均改的版本还在行政院会 这是第一个事实 赖清德还讲说 今天有这样的纷扰 行政院会不急着 这个礼拜排审 而没有经过行政院会 就不会来到立法院 立法院也要到3月8号 才有各委员会的招委 Google一下 现在会决定什么 这是第一个客观事实 所以第一我想请教 你是在场的 唯一限制的立法委员 你们的均改 是不可以亏待我们的军人 你们到目前为止 你可以好好地守住这个关卡吗 我相信在过去一年的时间当中 这是很多人达成的共识 不可以亏待我们军人 你们立委可以守得住吗 因为目前看得出来 如果说三万八千九百九十 是百分之八十 没有动到的话 还要加上那个加选 听说他们立法院里面 他们有党团已经有人反对了 又要再动再修改 又要继续修改 如果蔡英文总统已经认为 这是个特殊考量的话 那在立法院究竟会呈现什么 我相信我是不认为 今天这个目前的集结 我不认为目前的集结 还是单纯的反年改 这个事情 到今天的集结 你从网路上才听来的 跟年改那个问题还差一大 如果我们今天把目标 还是定在年改 应该如何在公正的话 你以为修到他们买 他们就退回去了吗 我是怀疑背后的这个势力 今天利用这个问题 一直开始在动言的 OK 那你政府如果还不严肃面对 只告诉我们全国人民说 国安危机 就这样子而已吗 71年前的今天 在延平北路天马查事 就因为取缔失业 开始整个脱散起来 才发生228 又选在228前面 我就很奇怪了 为什么我们检刁单位 到今天一点动静都没有 为什么我们警政署 到今天没有第一线站出来 这个事情是怎么样一回事 全国人民在等你们说明 你难道要等到明天再扩大吗 有这么愚蠢的政府吗 该查该办 来我们看一下 这是2017年8月19号 世大于开幕的过程当中 熟悉的脸孔里头 今天出现在立法院吗 严财人涉嫌殴打 万华分局寻佐 刘金泉 1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 陈静天 还有我们看到 这个姓李的 跟共同殴打 这个当时万华分局的人员 他也获得了交保 黄东辉 我们所熟悉的黄东辉的部分 屏东反年改联盟的召集人 曾经担任前后辈司令部 司令 2014年代表国民党 参选过这个乡长 OK 所以黄东辉 现在他是南军 抗暴联盟的 他们也在弄 那个什么军政策 说明呢 我们看到这是保六 保六的总队长张传忠 他怎么说呢 秦子原本以为反年改团体呢 等立行政院送方案到立法院之后 才会有激烈行为 今天以为他们要到其他部位抗议 警政署队今天感到遗憾跟不舍 清晨六点钟 他们所掌握的状况 一下游览车开始攀爬 镇章街跟青岛东路 那还把铁门撞毁 进入立法院里面 警方希望他们理性用陈情书表达诉求 但不幸的是 他们一开始就采取不理性的行为 其实保六总队长张传忠 他是有非常清楚的说明 他说希望陈情抗议请愿 可以依照正常程序来做 不要造成社会大众付出 昨天晚上已经获知 他们从南部坐两辆游览车北上 立法院的院区警力也做准备 警方认为他们应该是要透过 八百壮士来请愿 结果完全走样 他们直接攀爬 破坏青岛东路大门 是造成今天冲突的原因 来 这样一个状况 姚老师跟大千帮我们做分析 来 这个姚老师先来 这个当然很明显的 知道今天最终要去 进攻立法院的主力 因为警方已经掌握得非常清楚了 那是南部上来的这个游览车 可是因为被警方掌握得非常清楚 所以他们被排除的也非常快 大概到今天早上还没有上班前 大概都已经排除完毕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有两件事情一定要先厘清的 而且应该要继续做的 就是刚才我说了 既然行政院跟有关的年改团体 或军改应该有一些协商的过程跟结论 甚至于现在行政院的版本 协商好的单版本 送到立法院 我如果没有记错 是林万亿去跟立法院党团报告的 去跟立法院党团报告 立法院还有非常不同的意见 换句话说 现在在为军人年改版本 优待的版本 说话的是行政机关 现在很有趣的 居然这些军改的年 好像拿政府当作一个抗议的对象 这是非常令人不解的 所以我非常担心了 这是未来到了立法院 一定会被改得里里拉拉的 这个其实对于整个军改 从头到尾要改革的目的 其实是违背的 那既然已经如此 就表示说 今天不管你怎么做妥协也好 做协商也好 外面的谣言继续不断 对都没有用 南部的游览车继续上来 因为他们根本关起耳朵来 不理会你的政府的善意 或者妥协的协商的结果 那换句话说 连八百壮士都没拦得住 按照刚才我们保六的总队长所说的 他根本连原来可能跟八百壮士 有一些沟通 你们会怎么做 你们没想到是另外一批人直接上了 没错 换句话说 他根本就不是真正代表 军方说原来有组织的一批团体 那批人根本我用白话 我讲根本没掌握状况 就是要反对 他们就是要去攀爬 那如果是这样子 那我请问你 大家怎么理性讨论军连军改呢 未来这个法案真的进到立法院 那跟他们岂不就是集同鸭讲吗 那反正就是他不要案子 他根本就不要案子 他就是要反政府 跟他们看看可不可以调整一下 这个没有吧 上来连自己的八百壮士都没有理会 上去就攻 真的摆明了为反对而反对嘛 希望唯恐天下不乱的心 这是非常不可取的一个作为嘛 我也希望那个年改团体要有一句话 到底 跟他们有没有关系 对啊 到底不是 你们到底是不是还愿意做年改 如果根本不愿意 那你就跟社会大声讲嘛 我觉得你们不能够说今天不跟我没关 这个是他们的叫什么军政府团体 我是八百壮士 那是军校代表 这些是蓝天 蓝天 这好像各走各的 那如果大本来集会游行 各团体就如此嘛 反合集会游行的时候 从头到尾 最起码有十几个 不来自于不同的社会团体来解 这都OK 可是目标要一致嘛 你不能说今天忽然有两三个团体 出去攻击 那这社会团体的运动就 当场就断掉了 那你们的诉求 社会就不倾听了嘛 那干脆就不要妥协了嘛 因为妥协也没有任何的好处嘛 没有任何的倾听嘛 或者没有任何的缓和作用嘛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在现在有人受伤 受到重伤以后 我觉得情绪更沸腾的时候 这一点更重要 就是那个协商的结果 那个协商的过程 是不是让所有的年改团体 都能够众所周知 让这些情绪能够稍微平复一下 好 蔡英文总统说 一切希望能够冷静 能够理性 那么大星兄 我想请教 我们刚刚调出 在世大运 在抗议跟进立法院 有一些人事很明显 有重点的组织 跟人事的同时呢 这是现在南台湾抗暴联盟 发起反军改 冲到立法院 捕捉到的画面 你看到 这是这一次的召集人 就退役少将 黄东辉 媒体所捕捉的画面 那这是 就是今天 现在还在急救当中 陷入重度昏迷 指数据说只有三 蓝天行动联盟的秘书长 退役上校 就是庙德森 当时从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里的 你看到 其实他从这里 走到这个地方 那个应该 那个面积是非常小 你根本脚 能够站稳都很难 结果到 他从这个地方坠落 坠落几乎 这个有六公尺 那整个后脑勺 坠落之后 第一时间是没有呼吸心跳 那我们看到 这是当时所捕捉的画面 现场今天也看到 身体不适 有八百壮士 副指挥官 退役中将 吴思怀 那这位 高安国 我不知道各位在场 有些可以解析他 也许大军兄弟可以 陆军的退役中将 高安国 他已经号召说明天 2点28分 在中任纪念行举办 中华民国 台湾军政府 成军活动 相关单位 紧盯着明天的活动 是不是会拉大 整个战场 我们看他原始的FB 看他要做什么 禁告民进党政府 不取缔日本的台湾民政府 我们将成立 中华民国 台湾军政府 在台湾军政府之下 区分 军管区 台中 包括台南 台东 澎湖 金门 马祖等等 由各个军管区内的 退役将领 就近成立 各级幕僚单位 不需要十天的时间 就可以动员 到位全体的 后备军人 公 教 警销 全国劳工 都将成为我们的后盾 为了维护 2300万同胞的福祉 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依需要取代 或进驻目前各军团 各防卫部之内 以执行军管驱逐 倭寇的任务 我们就等待时机 高举一旗 它叫做高安国 那我们看到这里有留言 其实留言非常多 我今天download他的留言 哇 上百则 甚至人数都还在攀升 太好了 赶快成立吧 全力支持吧 来 高安国 我请教师大先兄 可以这样子吗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讲到 这到底在反军改 还是反政府 我说这个时刻 其实是台湾的一个 关键的时刻 那么这是一个 很危险的时刻 但是这也是一个 翻转的时刻 那么蓝绿的政治人物 从我们刚才看到的发言 其实不管是国民党的 或者是民进党的 现任的这些 像总统院长这些官员 其实发言都相对是节制的 而且都是温和跟理性的 那么只有一些少数的政治人物 可能在状况外 会有一些零星的火花 但是这一点 我们就姑且不讲了 那我认为 其实国民党跟民进党 现在这个时候 各自可以去做一件事情 民进党是执政党 在这个时候 他必须要做的 就是刚才姚老师讲的 要尽一切的力量 让资讯去透明 我们各部会编了这么多预算 有这么多自入性行销 这个时候就是要花钱的时刻了 这个时刻难道不应该把 整个协商的过程 把整个的方案的细节 好好地讲清楚 透过所有的管道 尽一切的可能 用一切的手段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让大家了解 让大家清楚 那么就算有任何动荡的火花 也不至于一发而不可收拾 那我认为国民党在这个时候 可以做什么呢 国民党在这个时候 可以搭起一个对话的平台 因为毕竟像退休的军工教同人 大部分可能是支持国民党的 所以国民党可能有一定的信任 他们在这个时刻走上街头 我觉得除了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失 在同理心上 我们必须同情他们之外 有一部分的人 认为他们的尊严受到的冲击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刻 就算他们没有了理智 至少要给他们一个面子 国民党搭起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之上 让这群人跟社会做一些对话 他们有什么样的委屈 他们有什么样的心酸 他们有什么样的不满 包含他们在从军过程当中 为国家做了多少的牺牲跟奉献 他们都可以把它讲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和解的时刻 这个时候 后来谁也不用去算谁的账 因为谁算谁的账 最后分裂的就是台湾的社会 大家付出同样的代价 那么您刚才讲的这些团体 其实我们讲到现在 如果真正的方案 没有亏待这些军人 所以我觉得 如果真正的方案 没有亏待他们的话 那这个和解更容易达成 因为既然根本就是误会一场 那么就把误会解开 我不知道今天 有没有人去问柯文哲 你当时骂王八蛋的这些人 已经有部分出现在 今天的立法院 而我们特别提到是说 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延烧 跟我们在最近这种物价 查卫生署囤货 公平会包括地检署 全面都出动 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 全台湾引起了卫生署的一个热潮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的副处长吴正学说 至少三月中旬前不会变动 消费者不要恐慌抢购 来注意看 三月中旬前不会变动 预告了 你可以预告一个涨价这样的新闻吗 那多 不讲还好 有越讲更高 是 就是说 有一些官员说真的 你是挑纲的吗 还是说该下台 有些是不是应该让他负起某一种责任 央行总裁彭华南都说了 台湾的物价 low and stable 还有人担心物价不涨了 央行总裁都讲话了 各地的地检署全面出动 对于可能囤货 烘台价格 当然 该办 该查 该抓的 全面都查 你大卖场 你囤积什么 现在这个事情 是不是也应该发挥如此呢 你了解柯P 今天应该就问他 市长 你骂王八蛋的这些人 有些人出现在立法院呢 来 于燕难得 第一次上talk show的节目 在他成为台北市政府团队之后 第一次上talk show节目 你认为柯文哲 现在所面临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 没有错 我觉得柯市长 面对了两个议题 一个是卫生纸 那一个是反年改的这一些人 重新走到了 再到街头 然后肩上我的惹事 发生了这么遗憾的事情 我认为这是柯市长 可以表现的机会 第一个就是台北市的 卫生纸的议题 其实已经到第三天了 那我觉得如果我快的话 其实第一天 在法规会的消保官 以及物价稳定小组 其实就可以出现了 这是前天的时候 台北市长就可以做的事 那第二件事也是我觉得 柯市长还可以再努力做快一点 就是我们重新把当时 发生王八蛋事件 世大运的那个现场 所有的侦办的人 重新再找一次 把所有资料再找回来 因为我认为里面有一些 是警察 还是可以以防害公诉罪 还是以公诉罪来 以及防害警察的相关的情况 再一次起诉 再一次调查 我认为这两个事情 都是柯市长可以表现的机会 那但是当然我们其实也要坦言 其实在台北市的选举里面 虽然柯市长目前在民进党 或国民党方面 都还没有明确的对手 是表态 当然现场有两位候选人 但是目前都还没有确认的情况 虽然现在民调很高 可是我有关心到 三例在二月初的民调 首度把陈局列入那一次 对那一次有陈局加朱立伦 那当然我们老百姓都知道 这两个人不会选 可是在那个民调里面显示 当陈局出现的时候 民进党有60%的人回笼 而朱立伦出现的时候 国民党有65%的人回来 这代表就是说 柯市长目前民调虽然高 可是是在一个民调结构 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只要是有强棒出来的时候 甚至其实我也建议 所有的候选人 包括现场的两位 这个很优秀的人选 其实大家可以来一场大辩论 只要辩论出来的时候 其实所有事情都可以 让提出证件 然后针对卫生级的事情 或者针对年改的事情 每一个事情一经讨论之后 我认为柯市长应该参加这样的一个辩论 大家一起在台面上 把所有台北市民关心的事情 公开出来讲清楚 尤其是金六本 可是辩论 我们平行言论 辩论之后会比较有利于柯文哲吗 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事情才会清楚 当时姚文志在民间场初选出来 三年多前出现 也是因为辩论 辩论之后 当时固定雄民调也很高 可是辩论完之后 姚文志就出现了 李明博当年在韩国选举的时候 也是一群人辩论完之后 李明博以CEO的角色 他就出现了 包括美国总统的选举 每一场选举都是透过辩论 让我们找到真相的 所以同样的 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个阶段都提到了 说南台湾抗暴联盟 他们出来了 这个时候应该调查出来 我相信只要有真相出来的时候 事实出现了就可以 同样的 台湾的政治其实是需要 像一个公开的辩论 公开的讨论 这也是刚刚姚老师所说的 所有的年改 或者是市政建设 或者是甚至卫生纸的议题 我都认为所有的真相 都还不够清楚 你怎么观察 柯文哲在面对许多议题当中 这种所谓的短进短出 你怎么看他的政治语言 柯市长很聪明 很聪明 所以他通常都会用 报纸的 他讲出来就会是报纸的标题 这是我们观察很多政治人物所 没有办法 对 就讲出来那就是标题 像你看刚刚定宇 讲了那么多 他也是这样优秀 可是他讲出来的东西是四平八文 也兼顾了军人 兼顾了 但他需要有逻辑 他是有根据的 对 所以他必须一句一句讲下来 是 我们不是为了标题讲话的 对 但柯市长他 人民就不爱听啊 对 不一定 我们的理忙又烂情 不是 柯市长当时他 我记得他讲核废料问题的时候 他就讲一句话 那句话我就觉得非常震撼 他是说核废料问题 就是像把人的肛门缝起来 所以他的问题就很严重 那所以当然 面对这样的政治人物 本来就是世界上普遍性的情况 例如川普现象 那所以当然 柯市长在这样的一个媒体情况里面 有点类似网红现象 那网红现象 我要坦言 其实对于孙大千 或对于张浅耀 是 甚或王帝里来说 都不一定是公平的 可是所以透过电视证件发表会 或者是透过更多的公开谈话 我认为所有真相出来的时候 社会才会向前进 好 两位怎么看他的政治语言 大千先来 其实就像刚才于燕讲的 我觉得柯市长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政治人物 他绝对不是大家外界所看到的 说他看起来好像常常犯错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可爱的哦 我相信他的智商跟他的发言是成正比的 那他的民调就是靠他的发言撑起来的 因为市长的发现问题的能力不错 可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待加强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考验他的政绩的话 那么他的民调恐怕很难这么高 但是因为柯市长很聪明 他在每次在关键时刻的时候 他就会用一个发言 把他的民调继续垫高 这个发言垫高民调的方法 当然令人佩服 但是他最大的危机也在这里 因为他的民调是虚的 他不见得经得起考验 那么我认为第二个我要讲的是 柯市长他展现了一个态度 这个态度是这个时代 这个潮流可能民众很喜欢的 这个态度是真实 是透明 试图他要去做和解 所以我刚刚在讲 说如果今天接着这件事情 蓝绿的政党 真实依旧吗 但是他试图让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形象 所以我觉得如果蓝绿政党 在这次的事件上就和解了 那对柯文哲市长来说 他某种程度的加分 其实就打平了 因为当蓝绿政党 大家都和解的时候 柯市长站在中间 所谓的白色力量 就不会这么凸显 许多事情要有是非 刚刚余院竟特别提到了 如果当时在年改 这些暴力分子 司法可以轻轻放过吗 特别是政府 你手中是不是握有更关键性的资料 你是刻意要讨好中国吗 柯市长外界怀疑是这样子 来 贤耀兄 我余院刚刚才讲话 他很了解柯皮市长 我认为我很赞同 柯皮市长他是怎么样 他是用无厘头的发言 取得报纸的标题 但是那个标题的发言内容 并不能解决台北的市政问题 因此三年下来 台北的市政问题多不多 多 他应该可以去做网红 但是绝对不适合 再继续担任台北市的市长 因为他的那些 无厘头的发言的内容 也许在媒体来说 很有趣当标题 大家看得哈哈一笑 可是这解决实际上 台北市的市政问题是无解的 我举一个最简单 大巨蛋 现在看到大巨蛋 简直就是一个废墟 有人说走过去看 心里好难过 我说大巨蛋已经成为 台北市的新地标 代表柯市长根本没有能力 解决台北的市政问题 请他去做网红 他已经不是担任台北市的市长 只有张想要最适合 来 想要大跟他们所提的 杨老师你知不支持 民进党的友谊参选当中 甚至跟柯比坊 上次跟姚文智一样 公开辩论 你支持吗 我非常赞成 非常赞成 余燕 因为 不一定要国民两党 不一定要张想要 孙大千对柯比 任何参选 台北市长都参加 我非常赞成 因为这是对市民负责的 一个做法 这是最基本的 这是基本的 就是说 这一个现任的市长 有一个优势 是因为他做任何事情 他都跟市民接触 他每一件事情 他都在有利于他的选举 可是他也有个负担 也就是他的施政 要对选民负责任 他有个包袱 就过去的施政 要交代出来他的成绩单 辩论就是最好的方法 看起来 蓝绿双方都有这样的共识 昨天 民进党内进行的是 台南市初选的政见发表会 今天是高雄 那如果范绿阵营 大家会觉得说 三四年前 民进党让给柯文哲 柯文哲 如果你的民调 跟各方面有争议的话 这回要不要换你让呢 范绿阵营的公开辩论 难道没有这个必要吗 非常谢谢各位 尤其是大千跟这个显耀 难得那波罗来上节目 当然未来的市长候选 还包了王定五 我们持续关注 顺行万变的 国内外最终局 我们再会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